我們公務局,那個淳副局長 委員好 淳立局長,我首先來請教你 現在我們的遊覽車在驗車 是我們監理所自己驗車 還是給驗車中心在驗車 各位人報告,遊覽車的部分 是由我們監理所來進行相關的驗車 那這個部分並沒有開放給民間的 待遣的業者來進行相關的協助 那民間開放就是一般的轎車 是 還有哪一類 就是一般的大型車輛都有 但是遊覽車的部分是安全 所以除了遊覽車之外 和SARS車之外 其他都是待遣廠可以驗的 那我一直在研究 現在我們監理單位在驗這個遊覽車 還有一般的比較重型的車輛 都是我們監理所在驗車 所以我是認為我們這個驗車 應該要詳細 而且不要麻糊 是 因為我所知道的 現在我們的驗車 好像外面也有風聲 你們不然有沒有聽過 說花五百塊錢 就可以非常順利的把車子驗好 有沒有這回事 跟委員報告 沒有這回事 我想也利用這個機會 在這邊去做一個澄清 也許大家也過去有些傳聞 然後有些印象 事實上 現在的驗車 全部都是用電腦的系統 在去做管控 而且是在做全程的錄影 那我們有即時的監控 就是在驗車的過程中間 所有的影像 另外還有監視的一個 就是說 另外的遠端的一個監控 那對於這些車輛進到我們的設備裡面 有的時候他們會 比如說前後會有一些差距 那我們在這些 簡訊的這些 就是說設備上面 都有紅外線的一個設定的部分 它一定要到達定位 它才會開始進行相關的檢查 這些資料 本身都會經過電腦完整的一個紀錄 在防閉的部分 我們是做得非常完整 所以因為早上 我們的李坤哲委員 他也就在質疑 驗車十分鐘就過關了 這個就是讓我們懷疑說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 方便之道 方便之道 就花一點錢 就能夠順利的把車驗好 結果 什麼都沒有驗到 所以擔心是會這樣 公務員報告不會 不會有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不會 那大型車的部分 它的驗車是比較複雜一點 但十到十五分鐘 我們也都可以去做相關的檢查 因為我們每一個 就是說檢驗的項目 都有標準的作業程序 然後都有電腦的一個顯示 然後做所有的動作 它都會 就是說顯示出來 都要照它的一些動作來做 好 那我現在再請教我們的許次長 稍微好 許次長 我看那個電視的影片 那個這輛翻車的 要去那個司馬庫斯 這輛攬車 遊覽車 它行走這個產業道路 那麼我昨天也就向部長建立 像我們風景點的 遊客滿多的這個產業道路 我們是希望我們地方政府 還有我們公路總局 應該來互相配合 我們從那個電視的影片 我們看到 如果那個產業道路的旁邊 如果有設那個安全護欄 是鳥澤西的話 如果有設置鳥澤西的話 這輛車子就不會 掉到那個溪谷裡面去嘛 所以我想這一方面 我們交通部是不是應該來 對整個所有全國的這些洪景點 反正觀光景點達到多少 觀光人畜以上的這些產業道路 公路局應該主動的 來跟地方政府配合 把那個道路改善好 我就可以避免這些發生 處長你的看法 我同意趙偉的這個建議 我覺得我們應該做這件事情 而且部長也正式對外宣達了 說部裡面會跟地方政府來協調 來處理這件事情 趙偉只是用請公路局來召集 地方政府包括觀光局 當然來討論重要景點對外的 這個東西 我想我們公路局應該可以做到 所以那個純路局長 我們信力鄉東埔 那個是一個非常一個溫泉區嘛 那麼溫泉那個東埔那條道路啊 車輛相當的多 遊覽車也相當的多 而且也有好多的斷崖 那麼我去建立說 是不是由我們公路局來接管 那麼趕快把那個道路改善好 跟委員報告 委員是講頭六十這條 這條道路嘛 是那基本上就是這些 因為我們的道路本身有相關的一些管養機關 那我們會立即的請各縣市政府來去做一些檢視 但是因為相關的一些改善的部分 還是就是說地方政府這邊 他有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規劃 那委員所講這部分 我們會跟他們再去做討論 所以我是在想說像那個頭 六十六十縣 那個如果可以的話是建立 由我們公路局 跟委員報告目前這樣子可能是有困難的 因為我們本來省線 鄉道的一些主管機關就不一樣 劃分就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有生活圈的計畫 我們會跟他們再去做一些討論 不是我是說像這樣 我知道你們針對這個法令是不行 但是這條道路交通量實在很多 是 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光景點 是 那麼雖然是頭 又是縣 如果我們配合怎麼樣 把改為省到 就你們來認良就好了 你們來貸管就 來做就好了 對不對 這個可以來改變的 啊 我是想你們不要一直說 這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今天我提出來講 是要你們來接受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他有他一定的一個體制 這個部分我們會跟相關單位地方政府 這邊來研議一下 改為啊 那個二十一假線的 這個都可以 跟委員報告 可能沒有辦法這麼快 就去做這樣子一個論點 因為省到的部分 跟現在的這個系統是 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是委員剛剛所提的 對於路況的一個相關的檢視 他能夠通行車輛的一些類別種類 和相關的一些管理的機制 我們立刻就來做了 那你們應該那個 像這樣建立的話 你們還不能接受 你看如果 東埔那條線 如果問題在有遊覽車 調到深谷裡面啊 我們在這邊建立的 你們都不能接受 對不對 那麼以後發生了 像 史馬庫斯 這個到底不是我們公路局的 但是我們交通部 還是護要很大的責任啊 今天早上 部長都是從這個問題來打護啊 是 對不對 委員這邊我們會跟 相關單位 縣市政府這邊 立刻來研議啦 我們來針對這些 安全的問題去做檢視 剛剛有各種的一些 就是說提升安全的一些 辦法 或者相關的一些想法 但是 有關這種管癢 道路管癢 權責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可能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 所以我們公路局要整體的去檢討 是 整個風景點的哪一個觀光人潮多的齁 就納入我們的管理範圍啊 對不對 不要一直撒到地方政府啦 因為地方政府就做不好 所以今天才會抽獲連連啊 如果地方政府它能夠做得好的話 我相信不會再發生 最簡單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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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車摔到溪谷這個啊 如果 它的產業大陸旁邊有做齁 扭軸溪的話 今天那個卡 那個 車子卡在扭軸溪 就不會掉下去嘛 就是 因為沒有扭軸溪 所以才掉下去啊 對 那麼那麼深的 應該照理講的 為了安全的 應該設置一些扭軸溪嘛 對不對 如果有受腦 扭軸溪就不會掉 掉到裡面了嘛 不會造成十三 是 謝謝委員的指教啦 那針對安全的這部分 我們會盡快找相關的單位來研議 好 那處長請回這 好謝謝 那麼我現在請我們那個校董事長齁